请听第十五集 管仲智谋圣楚国 齐桓公 高举尊王壤仪的旗号打败了侵犯燕国的山戎 平定了鲁国的内乱 又恢复了几乎被北敌灭掉的贤国和魏国 堂堂正正的当上霸主 号令诸侯 正在齐桓公得意躊躇之际 忽然传来楚国攻打郑国的消息 齐桓公拍案大怒 当即召来管仲商议 总副 楚国公然攻打郑国 这次要与我们齐国争霸呀 你看 我们该如何对待 我们齐国现在是诸侯霸主 郑国有难 不能不救 不救 我们就要失信于诸侯 嗯 说得不错 而且 这次楚国进兵 就是冲着我们齐国来的 郑国地处南北要道是中原的屏障 楚国要与我们争霸 就必须先攻打下郑国 而以郑国的实力又完全抵挡不住楚国 那我们干脆就新兵解救郑国吧 目前的形势 解救郑国倒不如就攻打楚国 对 对啊 攻打了楚国 郑国之围就能不攻自解了 国军一面派人去金城洛邑 顶奏周天子 一面以周天子之命号令诸侯 尽起八国之兵 沙奔金楚 郑国之围就能不攻自解 好 寡人立即派人去洛邑 千万 尽起八国之兵 这是个大举动啊 楚国必定知情 如果楚国早有准备 以以待劳 诸侯联军也难有必胜的把握 那 重负的意思是 我们立即攻打蔡国 现在是楚国逞威风 郑国即将灭亡 我们却去讨伐蔡国 是啊 国军 蔡楚两国接壤啊 是邻英国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是地与街坊啊 地与街坊 嗯 重负之义是出其不备 攻其不义 对 名为讨菜 实为伐储 对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 用什么罪名伐菜呢 蔡国得罪过我们奇怪 国军 你还记得蔡姬那件事吗 怎么不记得 一想起那件事 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是啊 那次蔡姬陪同国军划船 自以为汇水 肆意摇晃小船 使得小船翻倒 国军也掉到水里去了 虽然他奋力救出了国军 但终究还是让国军受了一场虚惊吧 国军派塑雕送他回了蔡国 那蔡母公理当问明情况赔礼道歉 可是那个蔡母公却不闻不问 反而将蔡姬送给了楚城王 用自己的妹子去讨好了楚国 嗯 对 攻打蔡国 一定要先攻打蔡国 让寡人除出这口怨气 好吧 那就请国军下令吧 好 团令 派一牙去洛邑 向周天子禀报蔡侯之事 是 郭军 郭军 一牙只是个厨子 只能煎炒烹炸 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人啊 总副 一牙忠心可嘉 再说 所谓禀报周天子 也就是打个招 这差事谁都能干 就是费点脚力 连唾沫都不用费 那 好 那就依了郭军吧 华人在命管仲领军 率兵车三百胜 甲氏一万人分队出发 通知宋鲁陈卫 郑曹徐 七国诸侯 合兵一处 讨伐泰国 好 我现在就去安排 启奏国军 树雕求见 树雕 向他进来 是 宣 树雕进戒 树雕 大军就要出发 你来有什么事啊 国军 臣来请命 请命 你请什么命啊 树雕 承蒙国军恩宠 常想尽忠效命 这次讨伐泰国 请国军恩准树雕 先率领一支大军 悄悄进发 在树雕打破 泰国的都城 再与各国军马会合 望国军恩准 嗯 好 蔡侯依仗楚国保护 都城从来不设法 你悄悄前去 定能一鼓而下蔡都 寡人等着你的好消息 是 树雕请命攻蔡 齐国 正直的大臣都有看法 就连报书牙都认为 树雕是在抢头功 管仲反倒 帮助劝解 既然国军已经定了 对蔡国又不是难以对付的强国 就由他去吧 树雕 率军先起 一到蔡国都城下 就开始攻城 蔡国拼命抵抗 树雕 看天色一晚 怕 中埋伏 就先停止了攻城 蔡国大王见是树雕领军 知道树雕是个势力小人 就派一个谋士 带着一小车黄金 绸钻等贵重物品 悄悄地来到树雕军中 树雕经不住诱惑 便把齐桓功纠合七路捉猴 名为讨菜 实为代楚的军事机密 透露给蔡国谋士 蔡木公和蔡国的文武大臣们 连夜逃走了 第二天 树雕不费吹灰之力 就占领了蔡国都城 远处八个诸侯国联军的 旌旗随风飘扬 齐桓功率领大军过来 树雕 兴高采烈地迎下城去 拜见国君 树雕 你攻下蔡国都城了 国君 树雕略施小技 蔡侯望风而逃 兵不雪刃占了蔡国 国君你看 蔡都完好无损 好 好样的 果然不负寡人素长的恩宠 立了头功 还是国君调导有方 现在 各国联军 继续向南进发 齐桓功率领八国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楚国进发 他想趁楚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当大队人马来到楚国边境时 竟发现楚国大夫 屈丸 早已等候在那里 主夫 这楚国人 怎么预先知道 我军要讨伐他们呢 一定是我军 有人走漏了消息 查出这个人 我杀了他 坏了我的大事 事已至此 现在只能是随机应变 怎么应变 叫他不战而降 你这说的 不是做梦吧 楚国既然已经有准备了 战 国君未必就能大胜 不如以礼服他 让他自己认罪 恐怕 没那么容易吧 事事再说 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奸人 国君 你一定要记住 国家的祸患 不在外面的敌人 而是在内奸 好吧 那就请仲复 与那楚国的大夫去交谈吧 好吧 啊 曲大夫 你既然是有备而来 管仲愿意听听你有何见叫 管大夫 我们楚王 听说八个诸侯国联军的兵马 长途跋涉 要来讨伐我们 特地吩咐我来向你们求教 齐国和楚国是两个国家 齐国在北海 楚国在南明 两国风马牛不相近 不知齐国为什么 集合几个诸侯国 来践踏楚国 只是 我们楚国实在想不通 远听其管大夫教会 从前 周朝建立之初 周成芒 把齐帝封给江太公 就对太公说 天下五侯九伯 全由你掌管征伐 以辅佐周氏 相信 曲大夫 一定知道这事吧 知道 自从周平王东迁以后 各国诸侯 肆虐不羁 不遵奉周王氏 我国国君 奉周天子之命 主蒙中原 辅佐周氏 这就是 尊王攘义 相信曲大夫也一定知道吧 也知道 如今楚国 以四等诸侯小国 妄自称王 不服周天子的志业 公然争讨正国 相信曲大夫 不会不知道吧 管大夫 当今称霸的 又何之一个楚国 楚国与正国 自有纠纷 这是楚国和正国 两国之间的事 又何劳七国出兵呢 至于 不服周天子制约 我们不知道 指的是哪件事 楚国究竟 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 还望管大夫致命 你们楚国 每年应当上贡包毛啊 为什么今年不上贡呢 包毛 就是周王 祭祀时用于 过滤酒的包毛 对啊 不经过包毛过滤 那酒就不能祭祀 哦 就是因为 楚国未供包毛 周天子 就不能祭祀了 是 对 那好 楚国知罪了 我回去 禀报楚王 让他进攻 包毛就是了 好吧 那 我就就走了 国君 那楚国大夫走了 我刚才都听你们说了 你们说的包毛 纳贡的事 简直如同儿戏 那块破茅草 也值得这样来说吗 国君啊 不说破茅草 又能说什么呢 我能说是因为 泰国国君妹妹的事吗 哎 楚国 并无大罪啊 事急之急 为了让他们屈从 我也就只好 剪下芝麻 当习惯了 那么说 以众父所见 我们只能就此罢兵了 不 楚国人向来十分倔强 难瞒子吗 虽然一时口舌受取 不用兵刃 恐怕患难叫他们屈服了 你不是说 战未必就能取胜吗 是 战未必就能取胜 所以要一礼夫人 但是一礼夫人 又必须要以武力支撑 那以你说 继续进军 银而不放 好吧 那就继续进军 趋完回到楚国 向楚城王汇报之后 楚城王听说 齐国率领的八个诸侯国联军 是因为 楚国不向周天子 进贡包毛 而来讨伐的 一下子就看出 这是齐国找的借口 但他看到八国联军 浩浩荡荡 前后连营十余礼 自知 不是对手 可要何报 又是大兵压境 就只好 又授权 取完 到齐国大帐 来探听虚实 管仲听说 屈丸又来了 就先对齐桓公 谈论其对策来 国军 这次屈丸又来 肯定是探听虚实 但主要是 请何来了 如果我们 以讨伐楚国而来 以使楚国屈服而归 大功就告成了 请国军 对屈丸要一力相待 寡人也认真 想了这事 还是仲副说的对 就按仲副说的办 好吧 宣屈大夫进来 屈大夫 你又来了 是啊 我们楚国 不去周天子那 朝贡包卯 使得齐侯 率诸侯各国来登门 兴师问罪 我们楚国大王 已经知罪 齐侯 如果能将军队 后退一步 我国大王 一定唯命是从 齐大夫 身名大义 贵国大王知错就改 寡人回去后 即向周天子禀报 从今往后 我们共同遵奉周天子 其实 寡人也是别无他求啊 歇齐侯 传令 退军三十里 楚城王看见 八个诸侯国联军 果然退军三十里 起行余损 以为是联军害怕楚国 就想反悔 屈丸立即劝说楚城王 千万不能失信 而且指出 如果趁着机会 向周天子禁贡包毛 也能取悦于周天子 将来也能像齐国一样 以用周天子的旗号 称霸天下 楚城王接受屈丸的建议 让屈丸带八车紧搏 靠了联军 又带十车青毛 先请齐侯过目 然后向周天子禁贡 齐桓公清点检验过 金国和包毛以后 十分欣喜 与楚国修盟定好后 就率兵撤回了 在落意新继位的周天子 周襄王 看到很久都不朝贡的楚国 现在却派人送来了包毛 万分高兴 高兴之余 他当然就更加感谢齐桓公了 听说齐桓公又在亏秋 大会各国诸侯 就连忙派立一官 宅孔赶来赴会了 齐侯 周天子 让我来给你传话 这次周天子 能登基继位 很感谢齐侯的拥戴之恩 先王先世之后 理当由敌亲长子继位 绝不能敌数不分 长幼道志 各国诸侯之中 谁敢不拥戴当今天子 我一定要率兵讨伐他 如果不是齐侯拥立 周事也早就乱了 对我来说 这只是区区小事 不必放在心上 你先去管舍休息吧 好 我还要找管仲商量事情 那我就先告辞了 嗯 宣管仲 管仲来了吗 过去 我来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忠夫啊 这次 寡人是有心事啊 有心事啊 国君 您有什么心事啊 刚才 宰恐说到周天子这次继位 不是寡人为他做主 差点就乱了朝政 嗯 我不由得想起我们齐国 也假 我们齐国也同周王朝一样 一旦我死了以后 难保不争夺王位啊 那么 国君打散百年之后 有哪位公子结位呢 我现在的六个儿子 全都是王妃生的 没有敌情 以长幼来分 应当传位给乌窥 但以能力强弱和咸鱼来分 则应当传位给公子招 啊 现在六个儿子身后 都有一班人 全都是不两立的 可真是难事啊 如果就传位给乌窥呢 无亏要是当上国君 以后 一定会搞乱国家政事的 那就 传位给公子招 就怕无亏不服气 嗯 如果 国君从这次来会盟的诸侯当中 选一个贤明的人 把公子招托付给他呢 看来 也就只有采取这个办法了 嗯 宋公到 国君 这宋公 可是个贤明的人啊 你是指 他让国的是吧 啊 是啊 当初 宋国先军去世的时候 这宋公就是世子 理当即位 可他却要把位 让给其他公子 幸亏其他公子 怕乱了国政 没有接受军委 从这一点看 这宋公 还是尊重仁义的 仁义是应该尊重 就怕 他有点迂腐啊 那就看他怎么对待仁义 这两个字了 就这样 忧心忡忡的齐桓公 将自己身后大事 托给了自称 尊重仁义的 宋香公 雄勋勃勃的 宋香公 能举起这仁义的大旗 帮助齐国 李顺齐桓公以后的朝政 进而在诸侯中称霸吗 这 可是一件说不准的事 三皇无敌 下上舟 群群惩罚恼春秋 龙正湖斗 哦 烟雨云国 血腥风万民愁 哦 万民愁 除光 过去万万 千万民愁 世道 天鹤毕 尽不变 看物势 三皇 尘鹤天鹤 鱒月云国 追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千秋